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年纪轻轻 长相温柔清纯的小女生 竟然这么的有钱 一来就要求要看纯手工的 要知道 他们店里的纯手工衬衣 一件起码十几万 像是季度的定制款衬衣 一件更是几十万 几十万买衬衣 就算是一般的有钱人也会心痛 大多数来他们店里消费的人 买的都是几万块钱一件的衬衣 导购小姐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 虽然她怀疑 迟恩恩是不是真的买得起定制款 还是不了解他们的品牌价格 以为他们品牌很便宜 才会提出这种要求 但是还是马上反应了过来 领着人往另一边走去了 不好意思啊小姐 是我介绍错了 这样 我先领你看一看 我们今年的秀长款 再看看定制款 请跟我来 嗯 好 迟恩恩跟在她的身后 走向了对面 比起放在架子上的衬衣 秀长款 无论是样式 裁剪 还是做工 都更加的尊贵精致一些 他们店面里面 一共有八件秀长款的衬衣 迟恩恩一一看过之后 都促起了眉头 导购小姐则是在旁边介绍 这一些都是今年南款最流行的款式了 今年流行英伦风 以英格兰绅士园领为主 蝴蝶结 格子 这些都是今年的流行元素 除了这些之外呢 今年还比较流行嘻哈元素 所以衬衣的风格和颜色 相较于传统的英伦风 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 我们的设计师也有尝试粉色 墨绿色等等比较新颖的 大胆的颜色 搭配西装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让男士着装也多几分变化 蝴蝶在旁边听得安静 在一件件扫过他介绍的绣长款 在心里默默地给他这一修衣服 画了一个叉叉 丽北爵是绝对不会喜欢 这一种浮夸风格的衬衣的 而且这一些衬衣也不适合他穿 这一种衬衣更适合男明星 出席活动之类的穿着 蝴蝶没有办法想象 丽北爵穿着一件嘻哈 英伦风粉色衬衣 参加高级宴会时的样子 更没有办法想象 他穿着墨绿色的衬衣 坐在大会议室里面开会的样子 虽然以丽北爵的身材颜值 肯定能够hold住这一些衣服 但是吃恩恩还是觉得不合适 不好意思啊 我男朋友不喜欢这一些类型 可以带我看一下定制款吗 导购小姐被他打断了也没有不高兴 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 马上回答 当然可以了 请跟我来 定制款放在最右面的最里面 导购小姐拿出来的时候 还特意地戴上了手套 像是这种几十万一件的衬衣 他可不敢弄脏了 或者是弄破了 不然品牌让他赔偿 还不得把他赔得倾家当产 不过他还是展开了衬衣 举起来让吃恩恩看得更清楚一点 这一款衬衣我们采用了纯手工制作 无论是裁剪还是挑选面料 全部都是设计是亲手亲围 除此之外 您看 上面的纽扣 吃恩恩看了过去 这一些纽扣 全部都是精选的弹箱手工雕刻而成 右边的边角 则是用金丝镶嵌而成的 最大程度上保证质量的同时 也保证尊贵的观感 而款式和面料都是亲肤设计 穿起来绝对舒服 颜色也是经典的黑色 无论是款式还是样式 都是属于永不过时的类型 非常适合商务人士穿着 尽显高贵气场 这一件定制款 的确比之前那几件绣长款好看得多 不说别的 至少样式不再是那种花里护哨的样式 简单大方 裁剪方面也和导购说的一样 保持了一流水准 比较像是丽北角平时穿的衣服 赤恩恩还挺喜欢这件衣服的纽扣设计的 木质的纽扣看起来就赏心悦目 她伸手碰了碰衣料 入手的感觉也很柔软 不像是很多衬衣硬邦邦的 导购小姐看她有要买的意思 再接再厉地推销 女士 您是要买给男朋友的对吧 您的男朋友应该是商务人士吧 这件衬衣非常适合商务人士穿 像公司酒会呀 高尔夫应酬啊 都是可以穿的 非常实用 也许一开始会觉得价格太贵了 但是男士的衣服样式本来就少 买一件经典的款式可以穿很久 而且可以做各种搭配 再也不用担心 您的男朋友出席各大场合 没有衣服穿了 痴恩恩窘迫了一下 她倒不是担心丽北爵 出席各大场合没衣服穿 与其担心丽北爵没衣服穿 不如担心她的衣服太多 穿不到这里来 但是这个话 她不可能解释给导购听 不然别人还以为 她是在故意炫耀 她再看了一遍衬衣 想象了一下 立北爵穿着她的样子 狠狠心道 嗯 帮我装起来吧 嗯 导购都还在心里准备措辞 要说服她买 没想到自己还没开口 痴恩恩就已经决定要买了 甚至连价钱都没有问 帮我装起来 痴恩恩见她没反应 以为她没有听清楚 再说了一遍 导购这一次反应了过来 欣喜万分 好的女士 请稍等 我马上为您装起来 你先坐在沙发上喝口水吧 我包装好了 就会给您送过来 嗯 痴恩恩也战累了 没有矫情地走到了店内的沙发上坐下 其他导购看到她买下了定制款的衬衣 知道她是一个大客户 赶紧地为她煮了一杯咖啡送上来 很快地 咖啡就送上来了 痴恩恩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不得不说 咖啡的味道不错 至少不是那种便宜的速溶咖啡 她才抿了两口 门口就有人进来了 一个导购马上迎上去 欢迎光临 请问两位要买点什么 这一男一女 无论是年龄还是长相 差距都很大 女的年轻漂亮 男的则是发福了 人也到中年了 奢侈品店的导购们 见多了这种组合 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只当是自己没有看出两个人搭配的别扭感 脸上挂着亲切得体的笑容 突然她像是认出了对方 惊讶地问 请问你是莉莉安小姐吗 被问的人取下了墨镜 露出了一张脸 不是林奈是谁呀 她穿着今年秋季流行的路肩款式 妆容精致 下面搭配的裙摆是那一种鱼尾的款式 正好从视觉上拉长腿部的线条 给人一种她的腿很长的错觉 对方的一种鱼尾的线条